安安安,我是雞腿 沒有錯 我剛才做了一件很白癡的影片 我剛才做了一件很白癡的影片 超白癡,真的超白癡的 好,就是 我剛才拍了影片 拍完之後才發現 我 沒有開聲音 對,我沒有開聲音 所以 我現在要重拍了,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有想看 因為 兩部影片我都沒有 就,我拍片沒有寫稿 所以 剛才那部影片講的內容 可能跟這場講的不一樣 如果你們有想看再跟我說 我就上傳上去騙流量 呵呵呵 被盪了,沒有啦 上傳上去給你們看啦 好不好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 一招很強力的技能 明進止水 那我們今天要拍的就是 大戰改造殭屍 好不好 那我現在人在雅流特村 人在雅流特村 我們就邊走邊說,好不好 那 人在雅流特村 那 我建議你們 來挑戰這隻王的等級是 最少 30等一團吧 我覺得最少 然後30等一團 理想等級是3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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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就邊走邊說吧 那 一樣,建議帶傳教師 因為畢竟 我覺得打王 你就是帶傳教師 一定要帶一隻 我覺得啦 這是我個人 我打王 一定要帶一隻傳教師 好不好 OK 那 建議大家一定要先 然後順便準備個 一千塊的魔幣 最少一千塊啊 帶個一千一比較穩 齁 帶個一千一比較穩 最少 最少 帶個一千一比較穩 至於為什麼 我等一下就讓你知道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趕快出發吧 辛苦拍完之後 發現沒聲音真的很尷尬 沒聲音真的很尷尬耶 真的是 超痛苦的耶 無情的再跑一次流程耶 OK 然後那啟動躲在這邊 真的是 也是皮癢 不過這次的好處就是 因為我剛才已經跑過一次了 所以 已經知道 那個 那個NPC在哪 但是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是重點啦 我們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 要先找到一個NPC 是必找的 是必找的喔 那這個NPC 從一樓開始就有可能出現 而且有可能躲在角落 所以大家一定要整個地圖 給他好好的收仔細 好不好 可以嗎 像這種地圖就是 好好給他收仔細 那個NPC 名字叫做 米內魯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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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無造物事 無造物事 好不好 那我們先去找他 一定要找到他喔 一定要過這個任務 最重要就是要找到 米內魯帕 你沒有找到他 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我們趕快去找吧 那我建議大家 地圖整個收完 就是地毯室搜索 直到找到米內魯帕為止 啊 我已經知道他在哪裡了 因為我剛才已經走過一次了 好不好 所以我就不地毯室了啦 我剛才那部影片 真的地毯室搜索 快變白癡了 真的是快變白癡 然後他就出現在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好有跟你們說 沒有錯 他出現在哪裡你們知道嗎 他 就出現在某一層的樓梯旁邊 對 一上樓就看到了 然後我就在前面一層一層的照 齁 真的是很尷尬 真的是很尷尬 而且因為 就是怎麼講 你跑過一次 對啊 然後 如果你一直搜 就他在路上 你會覺得超悶的耶 就白跑了耶 有設計圖耶 這喜不舒服也要的 好 你們看到設計圖了齁 設計圖也是等一下的重點齁 也等一下的重點 好 好啦 反正我們就趕快去找米內盧帕吧 快到了 我跟你說 我已經快找到米內盧帕了 剛才我就是這樣一層一層樓的找上來 你們知道嗎 一層一層樓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直到我找到他的時候 我才覺得自己是個白癡 你們知道嗎 OK 他就在這裡 他就在這裡 那 全部人都要對話喔 全部人都要對話 拿到這個 實驗藥 全部人都拿到這個實驗藥 全部隊友都要 好不好 拿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衝頂樓了 去扁他老闆 讓我們這麼辛苦 直接把他打爛 說是打他老闆 但其實是打他 做的一個怪 做的一個怪 根本不是打他老闆本人 好 OK 衝刺 讓我直衝頂樓 OK 看到這個樓梯之後就對了 就代表你到達頂樓了喔 好 GOGO 到研究的時候之後 我們一言不合就直接開打啦 好不好 一言不合就直接開打 好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 遇到網 你只要跟他對話 就是直接開啟戰鬥 遇到網 對話就開始戰鬥了 所以記得 對話前 先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 直接扁了 不囉嗦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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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就是3隻2、3的小怪 培養一隻35的改造殭屍 那大家要小心改造殭屍 他的 本身的戰鬥力其實不差 而且 會吸血攻擊還有自爆 還有自爆 所以大家要注意 本身剩餘的血量 以免被他炸死 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這款的等級都很高啦 所以打他其實不會太難 那反正我有跟大家說我建議的等級了嘛 對吧 OK 他就這樣死了 沒關係啦 他的強度等你們實際打就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到這裡面之後對不對 重點就是跟這個NPC賽星對話 就可以學到我們這次的主要目的之一了 好不好 明鏡止水 明鏡止水他就是顧名思義 集中精神恢復生命力 他就是幫自己補血啊 就是用魔力去換血的意思 就是用魔力去換血的意思 好不好 那很適合什麼 有弓箭手啊 戰士啊 劍士啊 散服鬥士啊 騎士啊 士兵之類 是種 沒有自我回復的角色 因為像是法師他有吸血魔法嘛 傳教師會補血 這種都不需要 對 那這套技能非常強 我建議 大家都可以來學 因為他PK很強嘛 可以增加續戰力嘛 打王很強嘛 然後練功也很強嘛 你沒有水了 你只有料理的話 就是用這套來補血 所以我建議 一定要來學這套技能 好不好 一定要來學這套技能 OK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還繼續跟著拍 改造殭屍製造片 好不好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可以嗎 好不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好不好 拜託一定要按訂閱 訂閱要求啊 好不好 拜託很缺 那也要幫我按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